在解除了针对美国公民的全球旅行警告后 日前美国又有新行动 据孟加拉国媒体报道 近日美国发出红色预警 要求对孟加拉国、印度、阿富汗和布丹 实施旅行禁令 不允许美国公民访问这些国家 原因是考虑到这些国家的疫情严重 旅行风险高等因素 美国的担忧不无道理 以亚洲疫情最为严重的印度为例 印度从未控制住疫情 最近该国疫情又呈现指数级增长的趋势 目前新冠累计确诊病例数已超过270万例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连续十多天超过5万例 鉴于印度疫情严重 印度周边的南亚国家的疫情感染风险也非常高 不过相比之下 美国的疫情形势有过之而不及 据美媒报道 当地时间8月17号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42万例 死亡人数超过17万 美国仍旧是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数最多的国家 约占全球新冠确诊病例数的四分之一 然而在自身疫情尚且严重的情况下 美国却取消了针对美国民众的第四级全球旅行警告 允许他们按照需要开展国际旅行 这对全球而言无疑是一种自私的表现 也因此有美媒直言道 虽然解除了全球旅行警告 但各地都没有欢迎美国旅行者 加拿大和美国同意将两国边境的非必要旅行禁令 再延长30天至9月21号 英国仍要求来自美国的旅客隔离14天 欧盟27国继续延长对美国居民的旅行禁令 值得一提的是 欧盟是率先对美国做出不欢迎表态的经济体之一 自今年7月1号起 欧盟27国就开始拉黑美国游客 不允许其入境欧盟旅游 目前欧盟只允许疫情状况与其平均水平 相当或者更好的国家旅客入境 最近几日美国平均每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出现下降趋势 但美国的疫情形势可能没有出现好转 因为美国每日新冠检测量在下降 不能排除美国近期病例增速放缓 是否与检测量下降有关 也无法确定美国疫情实际上的严重程度 随着疫情久久不能控制 以及乱象不断出现 美国的权威专家已经开始发出失望的警告 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表示 对于美国目前疫情发展局势感到不满 如果民众不遵守佩戴口罩和社会隔离准则 美国很可能将在秋季和冬季 遭遇流感和新冠疫情的双重爆发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也表示 美国会将迎来最糟糕的秋季 美国能源上宫 美国人 美国的是 美国